撞一下结果成了火烧车 日前有民众开车行进台74线雾峰路段时 前方有一名轿车驾驶没有注意到前面的状况 撞击到了前方发生事故的小货车之后 跟着引擎冒烟起火燃烧 而在台72线上则是有一辆轿车 碾过了地上的铁片 铁片瞬间往后喷飞 击中了后方车辆的挡风玻璃 另外在台中杀戮洪光大学门口 有一部游览车要开上洪光校园 爬坡到一半突然失去了动力往后退 车尾先冲撞了路旁的轿车 再撞击BRT站 民众开车准备下载道 前方黑色轿车撞击小货车 碰的一声轿车板筋瞬间翘起 安全气量爆开 跟着起火燃烧 两车驾驶随意下车 叫了驾驶自知理亏 举手说抱歉 一是未保持车距 双方均送医救治 均无酒驾其次 火烧车意外翻在台中雾峰 台74线快速道路上 小货车与前方车辆先发生碰撞 开在后方的轿车驾驶 没注意前方车框 撞一个起火燃烧 同样在快速道路上 台72线苗6路段 前方百思轿车 粘过地上铁片 铁片瞬间往后喷飞 直接击中后方车辆的挡风剥离 驾驶减速缓缓停靠路间 幸好只受惊吓 没有受伤 另外在台湾沙路 宏观科大前 一步摇车开进校园 爬坡到一半 突然失去动力往后退 先冲撞路旁轿车 再撞击叭踢站 轿车驾驶首当其冲 车身被撞凹 手部受伤松衣 打档的时候突然熄火 对小车没问题 但大车来说是蛮困难的 每次爬都蛮累的 游览车那种比较长的 应该会比较难一点 幸好游览车滑路当下 车上没学生 车道上也没有人车经过 但占体玻璃破损严重 市府单位也派员 紧急抢收 借中部重岛